王宝队 加油 王宝队 加油 王宝队 加油 8月6日晚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4成100米接力决赛中 苏炳天领衔中国男子接力队再次上演中国速度 以37秒79的成绩夺得第4名 与百名近南大学师生在该校体育馆集中收看比赛 为中国男子接力队加油鼓劲 现场爆发阵阵客彩声 再后 近南大学副校长王宾非常激动 他称苏炳天是亚洲的骄傲 更是近南大学的骄傲 希望全体学生学习苏老师敢于拼搏的精神 我们祝贺苏老师 为我们整个亚洲 中国和近南争得了荣誉 希望苏老师在未来的田径世界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100米比赛之后呢 我还给他发了微信 向他表示祝贺 他也感谢学校对他的支持 也说是回来之后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他奥运会的经历 近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田径队总教练邓明威认为 在苏炳天的引领下 中国接力队将来一定会更好 我们已经是凭了我们国家的记录 也就达到了我们最好的成绩吧 希望就是在苏炳天的这个9秒 983吧 的引领下吧 我们后面那些年轻的队员 把他们的整体水平提高上来 将来我们一定 接力一定会更好的 据了解 苏炳天目前担任近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彭国雄 对苏炳天的拼搏精神感到敬佩 他还透露 苏老师的现场教学课很受同学们的追捧 期待他尽快回国 分享在奥运赛场上的精彩故事 他在我跟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 也很幽默 很睿智 从现场教学效果反映的时候 非常之好 师生的互动啊 是吧 那个苏老师在床上那个示范啊 该校田建队澳门学生吕燕兰 曾经上过苏炳天的教学课 他特别能理解田建的每一个突破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直都在开创历史 因为每一个就是特别是短跑 所以我们每突破0.1秒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用很长的时间 加上在力量训练跟速度耐力那方面都是要求挺高的 对 所以他每进步0.1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 现场观赛的同学们都表示非常期待苏老师回来 希望能抢到他的课 希望他快点回来吧 我也挺想上他的课的 苏教授期待您的归来 有的话一定是挤破头 一定要选到苏老师的课 期待期待 一定会抢的 一定会抢的 据了解 近南大学体育学院已有相关计划安排 将尽力争取让更多学生有机会与苏炳天面对面交流 具体情况会进一步与苏炳天沟通确认 没事 supportive 好